歡迎來到2024年6月 父親節後的 今早又離開 節目開始之前要先買廣告 首先父親節帶爸爸去哪裏吃飯 或者給子女兒帶去哪裏吃飯 不過現在有個吃飯的好地方介紹給大家 就是大家期待已久的火之神 沒錯 在旺角西洋菜街 通菜街 通菜街的火之神 即是女人街 通菜街的火之神 現在火之神當然是我們友台 或者在台長之前 聽到台長以前做國際大棋局 或一周時時有一個聖陳的小市民 即是朗哥 開了一間日本洋食屋 專購一些日式咖喱飯 日式咖喱吉利豬扒飯 或者一些最出名的當然是牛 除了咖喱之外 就是牛丹 包括有牛扒丹 牛扒丹 還有台長餐 沒錯 那餐叫台長牛扒餐 可以在合謠圈看到 我們課少少了 因為呢 你看 相當的好吃 今天 明星 sizedui lo and nice 今天安心你去撐一下處駱 produk 看著網坡 你是支持你雜貝阿姨 正方不見了 是 大家 阿姨今天22歲年 6月18號 現在是 做志光館 主要原因是,電腦行對生意都沒有,這些行為我自己熟悉,我也有信心,這段影片只是分數小時 大家可以上梁錦祥工作室,也會看到這段影片 我想說,大家可以看回大概一年多前,朗哥在舊舖的影片,台長拍的影片差不多 我想說,不是說笑要認真的,只是說笑地說 但我發覺一件事,大家也知道有些菜式是以台長來命名的 或者以有台火爆哥的名字來命名的 我心想,其實有時候我叫Kat,這個字是一些英文不同的語言 特別是法文裡面,都是一個常見的發音和單字發音 不知道為何,我有社會很神經質地,他們可能在對話中提到類似我的名字 我心想,如果是台長去吃飯,你想想,不論是客人下單 麻煩要一個台長牛扒餐,不論是客人出貨 叮叮叮,一個台長牛扒餐,夥記下桌,台長牛扒餐 其實整個場地叫台長,會不會有神經質地吃飯? 下次我要訪問一下台長這個問題 好,大家記得支持,地址在旺角通賽街2C紅光大廈地鋪 大家可能有些懵惑,女人街那麼長在哪裏 其實這間鋪,大家如果搭檔鐵,或在尹麻地出會方便 搭巴士,離頓和巴士,可能來個站會是壁街,長沙街 如果在下面上來,或者在順和附近的附近 或者在登打市街,那個站會是最接近 走入登打市街,走到女人街,哪裏是女人街 走到OK的位置,就是在那裏轉入女人街的檔 在OK的那邊,轉入女人街的檔 後面那條通賽街,一直直走,不用走很多 走到未到下一個街口之前,就已經看到 有個牌寫著QRF火之神 大家可以去支持阿朗哥,大家以前喜歡吃的菜式 譬如他們的日式淡淡麵 那個是非常惹味,我也喜歡吃的 如果大家吃辣的,不是很怕有紅油 有些人不是太喜歡看到紅油 但如果覺得你喜歡吃淡淡麵,簡單來說 這個日式淡淡麵,花生味不重 但就非常足料,肉水非常多 還可以選擇配餃子或炸雞 另外就有這個,慈名咖喱滑蛋 會製作一隻很漂亮的蛋花花的陰裏蛋 鋪在飯上 可以配吉列豬扒、吉列蠔之類的咖喱 當然有出名,台長不用吃飯 大家在低脂肪,介紹澱粉質 要吃餐 有台長牛扒餐 有牛扒餐 還有其他這些不同的扒餐 還有最重要的是 我們本台RT Chucky推介 就是吃這個 烤牛扒當 有牛柳和牛扒 烤牛扒當 就是原塊的牛扒 燒完切片裏面便可以 吃生一點 所以選擇吃五毛 有些白色的牛扒 如果吃牛扒當 牛扒會炒熟一點 有秘製醬汁 大家也可以去支持一下 好,那就入正題了 今天其實 最近大家 或者我看的網台 都專注於說 這個 不是,這個 在踢球 是世界盃 不是,歐國盃 歐國盃 不知為何 最近很搞笑 我看YouTube 不是看Facebook 很多人在爭辯 為何英格蘭又有威爾斯 又有其他國 英國是多少個國家 為何世界盃 這一個我可以在達伯場旁邊 我和大家詳細地說一次 究竟 英國是怎樣分國家 所以 酒吧生意是好 這個是最主要的 還有人是夜睡了 包括我公司的廚師 回來的樣子是硬睡了 因為 因為時差的關係 還有廚師遲到多了 這是很明顯的 你看到公司的大廚 遲到多了 回來後 人生氣了 或者開心了 突然之間 你就知道這陣子有球踢 沒錯 這陣子就是 這陣子在踢 歐國盃 歐國盃 所以 本身的題目 有想過 看球 喝甚麼好 當然是喝啤酒 但我想特別一點 因為大家都知道 看球喝啤酒 可以有些新奇些的介紹 但我覺得 有點多餘 大家乖乖地喝啤酒 不然做死那些伴侶 那時我回過 不過那不是捧國家隊 那時是 我有一間酒吧 我想說說 一些關於看球和酒吧的趣事 作為一個女士 因為我認我在女士當中 我會看球的人 甚麼是會看球 你不會問一些愚蠢問題 我應該是一個好女朋友 或是一個很可以陪你看球的女朋友 因為我收過太多來看球的客人的投訴 為甚麼不帶女兒來 為甚麼要出來看球 或是有時他們的男人之間的男人 因為看球的人 差不多 95%是小孩 有時你等開球 完場 中場 或是中場賣廣告 會聊聊天 或是聽到他們 跟自己的男生聊天 不帶女朋友出來看球的原因 除了女生 不太多喜歡看球之餘 最多是喜歡跟著男朋友 這是重點 出來看球的女士 我想現在多了些 我想現在有8比2 即是看球的男女比例 但我相信有一成 純粹想跟著男朋友出來 她看球 看NBA 看籃球 甚至看ice hockey 看冰湖 也好 她不太注重 她想陪著男朋友出來 看她看甚麼 另一位看球的女士 當然是懂得看 那1%陪出來的 就是問題的癥結 例如會問一些愚蠢問題 有時看到上網的一句半句 我想說全部都是真實事件 例如為何入了不入 甚麼是愚蠢 這是假問題 因為她們不懂得問 根本不會問甚麼是愚蠢 但會問 反而是一個踩踩其他女性 不如我勸勻一下 其他在聽節目的女生 如果你想陪男朋友看球 又不想令自己悶 我推介一下你看球證 其實 因為球證很多人 你全場都認得到她 她也在 球證多數都是偏型的 甚至如果你是一個媽媽 你會看到一些老爸教兒子的感覺 簡單來說 有時你會覺得一個這樣的型老 如果可以這麼果斷地教導一些小朋友 不要犯規就好了 只要我這個心態去看球 當然你如果懂得分哪個球星 打哪個 你更加要去追求球星更加好 但因為看球證 有時我覺得球證挺好看的 當然我都會看 我都回到酒吧這麼多年 我都會看球 當然我都回過一間 她本身的酒吧沒有打正旗號特產編隊 但我的經理打色的是 Let's say 我免得開玩笑 Let's say 是阿仙奴粉絲 很虛陷 我當時回到的那間是一間B & Burger 但同樣是購買清单配料 我們叫我們咖啡餅 就沒有為了 一間贏料都是增加麵 而如果是很大 Click那些麵 即是高質一點 冷藏 habt了 最後就更加快 我看到這個麵包 會有八、九款的,是西鋪 現在變成在灣仔馬斯道的手臂巴 手臂巴之前那間是我們的鋪 那時是踢英超,不是踢歐冠 那晚我講哪一間,是阿仙奴,當它有大賽 我的經歷是鐵粉,甚至是教學校的小學中學足球隊的足球教練 晚上才走到我 那當然是一個超級足球迷 他吹牛吹了球迷會整堆來看球 可能我未感受過 但當時我第一次感受就是整堆人來看球 穿了一樣的球衣 然後塞爆了我的牆 我的牆壁本身可能舒舒服服坐 都坐到四、五十人 我想他們來了一百人 每一百都八十人 他們很簡單,沒有的 他們包場,而且都不理 我怕他們就捉了三十個薯條 然後人頭下了一個漢堡 然後一邊吃一邊看球 但我喜歡看人 你看到他們看球的時候 譬如有些人拿著一包 咬了一半或是會定格 或者當年你去最緊張的位置 比起平時的場體球 例如你一邊進入一邊不進 你會有虛油讚 當你整個場地撐同一間 和一隊的時候 我相信情緒起伏真的會影響到 不知道那一刻我都會和他們一起支持他們 當然除了不想被人打 當然是感染到的 所以我覺得那個經驗 譬如他們一起去 一起去 所以我都明白為何那些人 就算特別喜歡看足球 但如果大家現在可能生存英國 我都覺得是應該要入場看一次球 無論你喜不喜歡足球 你少許在一個香港這麼狹窄的環境 你塞了一個不應該有這麼多分數的人 去一個地方的時候 你那些人和人坐得這麼近 而且我覺得這個聯繫是不錯的 所以我覺得大家 如果有很多聽眾都是英國 我知道有機會是貴的 但有機會的話 真的可以感受一下入場看球 我沒有試過 但我單憑在一間這樣的小經歷 但我覺得是一個好的時候 我覺得大家應該要入場看球 我今天講了三個字 好 現在言歸證券了 今天想講一下 我一會兒下一節 我想今集先講 今集講了一些香港的傳奇酒吧 或者一些叫星級的Club 即是星級的名聲或名牌 會去一些Clubing的地方 有些很多都沒有了 但有些竟然扼納不到 扼納不到的那間 就是叫做Dragon Eye 我開一張照片 Dragon Eye 沒人不知道在哪裡 Dragon Eye 就是楊麒龍開的 誰是楊麒龍 楊麒龍就是楊先生 楊先生就是… 不好意思 我習慣了 楊先生就是楊修盛 是個兒子 楊麒龍 對呀 開的 其實楊修盛是我的鄰居 為何會想到Dragon Eye 因為Dragon Eye 當年有一個… 當然不是傳說 當然是香港的傳說 但傳說裡面有個故事 就是當年碧咸來香港的時候 為何我不是想這樣 你看到現在這個樣子好像很荒蕪 它就是在這個中環的雲涵街 叫做Centrolium 即是在現在我們覺得的蘭桂坊中心 剛剛的一間酒吧 來找張靚一點的照片 再像一些我上目中的Dragon Eye的照片 Di不是這樣的 Di… Di是… Di是這樣的 Di可能是這樣 多數都是這樣 或者Dragon Eye 呢 我不要正常視乎 Dragon Eye 這是一個階段 Zooma 楊麒龍現在已經很老了 Anyway 他以前是一個帥哥 他已經變成一個阿叔 因為已經20周年了 楊麒龍已經是這樣的 大家可能不認得這個楊麒龍 這個應該會好一點 大家認得到這個 Gupert Yeung 他更年輕一點 做英俊一點 年輕是一個型老 是 其實他們年輕真的很英俊 認真 但他現在已經老了 他現在變成一個叔叔 但也有型的 Anyway 這就是今天我想介紹的三間酒吧 唯一一間還未倒閉 而且是唯一一間最有名的 在我們酒吧裡的一些都市傳說 傳說過的一個場所 我覺得要忠於真實 這間是這樣的 我覺得 中間的牆是這樣的 但這個是Lunch Setting來的 原來講為何有Lunch Setting 但Dragon Eye的正常場面是這樣的 但這張相片有點花 這就是一般人心目中的Dragon Eye 找一張黑一點 找一張他們自己的Marketing照片 應該是 需要一點起教 那就是 中間企業也開了20年 其實很厲害 但是它在這個 大概在 2021 現在2002 已經開了 20 年 男組很喜歡訪問他 因為當年楊壽誠做娛樂事業 他的兒子當然 我覺得作為一個異性組 我不是因為他是老闆 或者我擦鞋子 你又要好好utilize你爸爸的事業 但你又要做出一隻又不忙去玩 我覺得細楊先生也是一個很好的代表 因為當年他居住了很多娛樂事業的人物 譬如 Dragon Eye 為何這麼少照片 譬如無論是明星仔 甚至居住的國際明星 譬如他們有Naomi Campbell 不知為何 然後還有這個 不曾經有很多球式 是這張吧 這張比較英俊 抱歉 我不應該剩下三秒 回來了 是這張 先用一張做我自己 好 Dragon Eye 的故事 當時細楊先生覺得 他有時見到很多明星 他在想為何香港當時 1997年 2002年開支 沒錯 為何1997年他不想去抱 香港只有蘭桂坊 還是蘭桂坊 就是很多瘋狂遊客 所以他覺得需要開Dragon Eye 即是開一間可以給高級的名人 可以來享受香港 一個高級的Clubping 我們沒有人叫會所 很難學習 Clubping就是Clubping 這個地方 最後在2002年 一個先來開了Dragon Eye 選擇了雲涵街 Centrolium 即是大家 如果不可能形容 即是大家 在現在的PM 未去到PMQ 但就在雲涵街 要上多兩層 即是南桂坊 經過南韓酒店 上多一棟商業大廈 才到的一個地方 這樣就 當時在2002年 其實Dragon Eye 是算偏剔的 我不知道你們信不信 但Dragon Eye 其實算偏剔的一個地方 所以南桂坊 真的是南桂坊 正街的圈 而且只有幾個街 所以你突然要再經過 南桂坊酒店的升降機 或者你走 那條樓梯都不知道是否在 上去洗澡雲涵街 當時的雲涵街 依然是 好像現在的荷里活 很多古董店 很多室內設計 高風景 那些店 當時的雲涵街 已經感覺到有點刺激 上華 蘇豪也不是 蘇豪也越來越旺 或是以前的蘇豪 當時的雲涵街 是比較低的 楊生色袍 他說對 因為多數 他去過世界各地 一些比較高級的會所 場所 都會稍微 離開大眾去泡 遠一點 但又不想遠 所以他選擇了Dragon 直到現在也是同一個位置 剛好是一個商業大廈的平台 有些外地區 以及整層都是他的 但又是Upper ground floor 或是M floor 類似 所以又不是真的地鎖 但又很 accessible 他的選擇非常好 有甚麼名人去過呢 就是有 例如有明星 數不盡 那就不數明星了 球星其實最出名是 碧涵當時 隨隊來香港做表演賽的時候 他們那整隊球星 都是來Dragon Light 做After Party 我最想 還有近多些有Buno Mars 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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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有各大明星 甚至有時 以前更流行狗仔隊的年代 Dragon Eye 樓下 有很多狗仔隊在樓下 保護明星喝完酒 跌下來 這也是真的 所以樓下剛好有一個位置 可以擺車 無論明星出入 你馬上車 就不怕塞著街上 還有司機等路洗車 或者可以向上走 上面就是山路 就是下阿尼北道 或是入 上面是下阿尼北道 這樣又可以多些Purpose 所以Dragon Eye從來都是主打 就是明星檔 以及明星DJ 這樣的場所 為何會開這張照片呢 就是當年有一個傳說 是真正的 我知道 就是我聽當年的行家說 就是 以前 有些明星 我不開足球明星來香港做表演賽 不說誰是外國人 喝醉 就完了 在場上開心 溝溝溝溝溝溝溝 就說要表演 要表演 要表演些甚麼 大家猜一下 大家看看後面的照片 大家猜他表演些甚麼 給你3秒 3 2 1 看見一個DiscoBall 沒錯 他表演道掛金貓 認真是踢中了 踢掉了一顆球 那 賠不賠錢 是少了 我們足球明星 但這個道掛金貓 DiscoBall 的傳說 或都市故事 在我們這個奏巴業界 都傳到很久 所以大家都很有印象 我們行家 如果有明星隊來香港表演賽 一定會去Dragon Eye Pro 所以有時有些 如果喜歡看球賽的球迷 看到有明星表演賽 他出不出場也好 都要去玩 如果你知道你喜愛的明星 特別愛Pro 有些很discipline 不Pro 就沒辦法了 大家可以去Dragon Eye 碰一下運氣 看見不見到他們 好 今節到這裏 我介紹了一個依然存在的 蘭桂坊名牌 Clubbing 下一節回來跟大家說 有兩間我想說 我都上班的 一個是名牌 一個是皇家級的Clubbing場所 下一節回來再說 2022神秘的東西 跟大家見面了 今天會跟大家說 就是那一宗在飛機上發生的 古怪事件 話說 幾個月前 就是一架 美國的內陸機 突然間有個女人 站起來出來 大炒大賴 說要下機 到底發生什麼事 這個女人 就說 坐在旁邊的人 就不是人類 大家不下機 乘機人都會死 有很多網民說 其實女人可能沒有說謊 就說 坐在旁邊的人 是一個 Shipeshifter 那幾圖 你怎麼看 這東西 其實都不算是新的 以前我們向神秘的夜 都有提過的鵝獸 什麼是鵝獸呢 鵝獸就是 可以變成人形的神獸之一 為什麼今天神秘的夜 會說這個題材呢 其實你想想 如果Shipeshifter是真的 會不會 我們身邊的人 其實未必是那個人 其實是Shipeshifter 去模擬那個樣子的那個人 換句話來說 可能有些觀眾在看的 並不是我和阿幾圖在做節目 而有兩個人扮演我們在做節目 但如果是這樣 就很糟糕了 那麼有機會 那些人就會去追究假的節目 就不記得 你就追究我們的節目 那關鍵是 如果觀眾看完之後 在Youtube上面 他們訂一個訂閱鍵 那問題就解決了 沒錯 其實我和阿幾圖 就真的沒有夾過 但正正就是我想說的 其實呢 就要有人扮演我們兩個 都不重要的 最重要 就是用Youtube平台 看我們節目的觀眾 記得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和鈴鐺按一下 我們有新的節目就會有通知 好啦 今天神秘的事就是這樣 之後就有神秘之事 並不是真的我和台長 不是 我和台長 對不起 我是阿幾圖 我和台長的事 對不起